那刚才我们种植的蜈蜈蜇的时候 其实他们都有提议我们做一个祝福 就是祝福植物 然后给予一些正能量 所以他们可以製作多些的蒸油 因為其實我們自己親身經歷都試過 因為我們在北極光黑雲燦的農場的時候 我們對每一棵樹去收割的時候 我們也是有跟那些樹說多謝 然後抱它們 其實我們發現 當那些樹收割完之後去蒸餾 比平時的蒸油特別多 所以當我們做很多事情 懷著感恩的心的時候 其實我們是得到很多的回報 所以都很鼓勵大家做什麼事情 都要有感恩的心